蓋了好久的新北環狀縣 98年開工全長15.4公里 現在第一階段完工七成 讓大家一探究竟 我們可以看到通往這裡 是新北市環狀縣的大屏林站 同時它也是14站裡面 位在地下的車站 難度也是最高的 接著現在的位子 就在新建縣大屏林捷運站的 正下方30公尺深的地方 相當於10層樓 那麼上方就是軌道以及月台的部分 一所工程人員必須用潛頓工程 小心翼翼的來開挖 同時這也是全台首例 從地下的Y6大屏林站 到高架的14張站 利用潛頓機 逐步開挖出兩條527和528公尺的 單向隧道 耗費一年半時間 克服新店歷史層和黏土地址 經過我們在營運路線的車站下方 不能讓它有呈現 也不能發生公案意外 而且要順利的灌漿來控制呈現量 而且不能因為施工造成的震動 導致這個新面線受到影響 另外全台最大捷運連開基地也曝光 14.33公頃超過7個小巨蛋大 可容納64輛列車同時停靠維修檢查 將來更有12棟大樓 預計進駐6000人口 環仲捷運第一階段 預計107年頂完工 連接四個行政區 這時原本景安站到板橋站 需要先到新生站轉車 得耗費47分鐘的時間 未來將縮短剩三分之一 這四個行政區外 其實環狀線還有跟營運中的路線 以及規劃中有8條路線連接 捷運環狀線將串聯大台北捷運路網 把捷運延伸 提供雙北更便利的交通生活 記者程序裔李醫學AZH搖組 新北市報導